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心靈女王女祭司 姚安娜 這一段片就有一點心情對話 話說我從台灣回來香港 都是很精神 都會希望分一分力 去幫香港或者香港人 特別是我的客戶、我的朋友 一些或者看著我長大的人 因為我很小時候就做移動節目 很多還是小朋友就開始看我做節目 到我做現在的心靈工作這麼多年 我回來都差不多 其實已經是一年半 年半來說 雖然不是很長 但也不是很短 我自己就看到香港人的反應 當然之前我朋友都是繼續支持 但是我也是感受到 自己回來香港 其實不是那麼需要心靈女王在 當然我又不是覺得 要每個人都需要我 當然不是這樣 但是我都有第六感 我都會感應到 我都會read到其他人的想法 感覺感受 香港人現在是很難捱的階段 所以我絕對明白 體諒到大家 還要大家去追求心靈 追求精神 真的是很難的一件事 所以我都要有見及此 我都要想自己 因為我都曾經多次說過 香港的節奏和香港的生活環境 其實就很適合我老公 但就不太適合我 我是比較適合台中的 比較是慢活一些 還有那個大自然環境 或者空間感要比較強 因為我很多人 不了解 可能會不解 以為我要求高耀生活環境 其實不是這樣 而是我因為read到人 所以如果在一個密集的環境 譬如超過十個八個都好 在一間房間、一間餐廳 其實我已經 腦袋是慢慢發出資料 就過來了 我可以把音量收拾 但始終都是一種干擾 如果你處於我的狀態 你就會明白 如果距離是大一點、遠一點 空間大一點 人比較稀疏一點 我就會舒服很多 我就會很平靜、很寧靜 否則我回到香港 其實我沒有辦法靜 就像現在我們住一個地方 就比較多人口 就是一起住的 就是一個建築 我其實就很辛苦 所以以前我 其實我不是要求很豪宅才行 不是的 我以前住了很多年 是住新界的村屋 都有七、八尺 附近未必是 我最假的很偏僻的 附近是獨門獨戶 不會說旁邊左右會有其他屋 我就會很舒服 在我零收上也會很好 所以我都可以選擇 我都希望選擇這類型 我的女兒就有幫我 去密識一些理想的居所 所以其實 NAS的情況 可能我會 比如公司的一些辦公室租約 去到明年的四、五月左右 那時候我就真的要去重新再想一想 香港我還是否一定要有一個基地呢 但是如果我真的撤退 或者移去另一個地方的時候 香港的一些顧客怎麼辦呢 就是一直這樣支持我們 你們 我不會不理你們的放心 我就算真的離開了香港 如果我在未來的日子 明年 不是現在 明年 那我都會 想辦法 可能每兩個月就會回來一次 就會為大家寄貨 那我和手作師都會繼續合作 因為他做的產品太好用 我自己都是 整家人都在用著 那可能變成我銷售的對象 就變成香港意外為主 那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消息 那也都是這麼巧是Halloween的月份 就是我的女兒也大了 24歲了 那她就 都給了很多建議我 跟我談了很久 就是以她了解媽媽一個女祭司 她是很了 她也是另一個女祭司 她也是第六感 她玩頭羅牌就快要比我厲害了 那她是很了解我 是需要些什麼 那她就 反而是 幫助到我呢 就是找到一個理想的居所 那這個地方呢 那遲些都會跟大家分享的 那因為我自己都沒有親身去的 但是我們這些第六感的人就是這樣的 就是去 read 到 還有去收到訊息訊號 那適合自己呢 那我們就去了 那 某程度就是 那心靈女王你又走了 又離開香港了 都有一些少少是 現在的決定是這樣 那是不是香港很差呢 不會的 我都說香港差畸都還是好過很多地方的 就是很穩定 無論這裡的法律 這裡的生活的便利 都是很好 但是當一個地方 如果沒有了一個對前景的信心和希望 當然那個氣場就會是低落的 那這個情況可能會維持兩三年 那所以會有些少爛崖 但是有部分的人呢其實不受影響 因為他們運勢很好啊 或者過去都很努力 因為香港人都很勤力的嘛 那都會有因果 那都會有修成的 那但是一般普羅大眾就可能會爛崖 那就變了氣氛圍就未必是這麼好 那加上全球的價值觀 我們佛法所說的抹法時代 那道德觀念啊 傳統啊 政邪啊 是會薄弱了的 那這個是會造成一定的影響 特別是這些城市啊 一些前線的地方呢 那就會特別辛苦的 那那個道德觀念啊 是特別會令到社會氣氛為更加緊張 就不像以前的人可能會減薄些啊 純薄些啊 或者一些村落的地方的人會簡單些啊 就會是還有一些傳統啊 專屍重道啊 孝順啊 禮貌啊 或者是 善心啊 功德心啊 這些啊 道德觀念啊等等會比較強啊 那但是 成越城市化的地方呢 充斥著太多的資訊 可能就會是 這一部分會更加會是 我們形容為一個混族的狀態啦 那當然會差一點的 那我都是血肉之區啦 女際師都是血肉之區啦 就是我都說了 女際師可能很多時候都去到才知 可能都只是夠 只能夠自保啦 未必真的可以 太偉大可以救到很多人 其實不行的 但我希望我會以身作質 去盡量做好我自己的本分 就讓大家都可以參考啦 那當然我可以買個關子 我將來 現在想會去的地方呢 那個生活指數 是一定是教香港低很多的 所以你們不用猜 我不會去歐洲啊 美國啊 一定不會去這些地方的啦 是反過來 是一個很合情合理合乎 道的一個地方 是很適合我的 但是可能 便利的程度 一定是沒有香港那麼好啦 那 但是實在太適合我了 因為那裡的天氣和空氣 都是我的理想 就是因為我曾經都說過 我很喜歡韓國這個地方 所以那裡的天氣和韓國都很相近似 和韓國和日本 即是都是屬於四季分明的 那將來就再跟大家分享啦 最重要是想跟大家說的就是 NAS 即是有可能香港的營運呢 會去到明年的二月 就會一次的大執位 那因為office的租約呢 就去到四月而已 那所以暫時就會這樣 那如果你真的需要用一些產品 那我實在是希望你們 如果特別喜歡的那些 可能你們就可以早一點點 下訂單啦 但是會不會將來就買不到呢 我想不會的 因為香港這個地方 怎麼都會回來的 定期會回來的 那都會盡量和 我和手作師呢 會去再為大家 寄一些產品給大家的 這個就是暫時可以和大家 分享的消息和計劃啦 但是我真的很愛你們的 你們都不要擔心 將來可能用其他不同的通訊平台溝通的 但是我都會盡量有時間回覆大家 你們不要擔心 就是心靈導師 女製師心靈女王呢 依然在這裡的 無論我在地球的哪個角落 就是我都會盡量保持和你們的聯繫的 那這個月十月呢 有一些優惠啊 你們快點試我們的新產品 就是侮辱路啦 我們的萬聖子系列 那希望用我們的產品可以繼續保護你們之餘 提升你們的運氣和心情啦 歡迎你有些什麼疑問啊 或者什麼好奇啊 想了解我們的未來情況等等也好 都歡迎你在下面留言的 我一個時間就回覆大家啦 拜拜